嗯 ok on live 我们现在是1点38分 大家好,我是Jesse 嗨,我是Mia 我们今天两个人都一起在Bineng的BC 楼上有场的那个槟城的BS 帮助一起携手 看那个疫情 我们就举办了这场BS 给更多人有awareness 就在这里 新上任不多久的阿西西在北马的Mia 所以今天打算来跟她做一个访问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Mia 我知道你过去是一个家庭主妇 对对对,然后 就是喜欢运动啦老实讲 所以这14年已经习惯性战的生活啦 这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开始就这样 习惯14年很多人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哦 你就可以拿起这个 勇气转机改变 而且你有做过传销哦? 没有,然后拿起这个勇气改变 就直接投入传销 而且一股做气两年不知道 其实呢要说这条裤子 跟我有缘分是来自因为我的上线 Jonas 我直儿来的 因为他本身呢 我直儿嘛 他知道我是一个运动的人 肯定这条裤子可以帮助到我 但是他一介绍我这条裤子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说 这条裤子就是很神奇 你穿上去就对了 因为你是一个运动人 他这样子跟我讲 我就ok啦 为什么每一个运动人需要这个裤子呢? 你知道吗? comprehension music 因为这条裤子可以减少我们被受伤 被受伤 被扭 所以当我一接触到这条裤子的时候 我就认为 这条裤子 我应该穿在我身上 但是我不知道原来 这条裤子 我一这样子穿上去 在一个星期里面 我可以 35套的裤子 可以做 35套的裤子 没有 你是穿了什么见证 怎么可以在一个星期里面卖出35套呢? ok 其实那个见证不是我 ok 我是打Balmington 我的partner 我的partner刚好在还没有接触 Arabang之前的两三个月 他就受伤 什么要受伤呢? 他的腿后面 后面断了四条 打Balmington断四条? 对 他是我的partner 这样多年的partner他断了 但是他断了 断了四条 当他去跟医生 check的时候医生说 要去缝回去 要20多千 然后缝回去 缝回去20多千 他的手势费 20多千 但是还有一个 不可以打球一年 所以身为运动员的我们 听到没有打球很辛苦 就忍啊可以轮得轮啊 这样子咯 就整天啊 每次我们还是打球 就是爆啊 爆炸到很亮 就是没有去做手术啊 真的 没有去做手术 没有问题啦 可以走的啦 啊 有痛哦 有痛哦 那是不是痛到不能打球 还是能打 我们讲我们喜欢运动的人 一个星期啊 没有打球啊 那种人生真的是不自在的 真的 真的 然后 所以 当我一拿到这个裤子堆 哎 这套脚啊 我就不妨啊 你试一试啊 这个裤子我已经买了 我给你买一套哦 可以啦就穿了 嗯 那你知道吗 他穿到现在 不用缝回去 还是每天打球 就是没有痛了 没有痛了 到现在每天还是去打球 但是他不需要去开刀 但是现在不知道 他的哥哥有没有借回来 已经考了 他没有痛了嘛 没有痛 所以就可以继续打球了 对 哇很好的见证 然后就这样你就可以 没有想要做的情况之下 一个星期卖三十五套训练 对 那 不想做 不过一个星期卖三十五套训练 可是卖到就算了嘛 为什么一定要做比利这个事业 因为 过了因为是月尾吗 是二月尾吗 嗯 一眼头的时候 诶 statement来了哦 因为没有人跟我说 原来是 有钱赚的 就这样 你分享的时候只是想帮人 对啊 完全没有想到原来是有钱赚的 嗯 因为三十五套里面 很多套都是运动 都是打球的朋友 哦 就是大家介绍 我买这衣服好看 大家一起穿啊 对对 真的是 真的是很high class 他的裤子 他的布料 他的衣裳 一向来我们运动人 都比较喜欢这种 所以穿上去 诶 又可以帮助到 对对对 我可以讲哦 因为我们打球 很多人哦 都是气概疼痛的 气概疼痛的 很多人 以前不能准的 现在都能准的 哦 你打篮球又打羽毛球了 嗯 然后 所以我的三十五套是卖给 除了打篮球 也是打Bundan的了 哦 啊 所以就是 因为我又打两种球嘛 那认识的人 就是运动的人 所以真的这套裤子 帮助到很多 然后你就一个月 第一个月收到收入的时候 然后就 下招 可是你 你下到啦 下到 然后你就决定要做了 因为原来是人家讲话 就跟人家拎口笔讲话 讲裤子又可以帮助啊 帮助啊 帮助人家 又可以整天打球了 又可以恢复那 以前那种体力啊 那种哦 原来又可以有钱的哦 本来我是想要开那个 小型那个 烘焙店 烘焙店啊 开始要做 而且你准备收报道去 不得好了 七七八八了 对对对对 那些都来了哦 但是就是这条裤子啊 我就说 哎不然就给自己一个机会 把它穿这条裤子 然后真的一个星期 就可以卖到这么多钱 然后这样快就有那个 那个收入 我会说啊 下到 真的下到的 因为我跟你讲哦 不小心有多收入 因为我跟你讲 介绍我这条裤子啊 他根本都没有跟我讲过 这些东西 哦 介绍你裤子说 你只儿子想帮你啦 对对对对 所以你不知道原来讲不讲话 真的把球 就可以有钱赚 嗯 然后就决定做了 就就原来就这样 哎 啊 做梦了知道吗 我四四年做饼啊 你知道吗 我是早上做到晚上的 如果那个有网络的 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一个人啊 在我的厨房啊 早上做到晚上五 你看 我是一个有喜欢运动的人 如果现在只是用讲话 跟人家分享罢了啊 也有变成一个事业 是多么的好 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改善 还有啊 我最喜欢的 你每天早上会听到你的下线 有些sms给你 或者post 哎 谁是谁啊 又穿好了咯 又是谁啊 又帮助了 不能准几酒几酒又好了 那种高兴啊 真的形容啊 真的形容不出来 是是是 我跟你讲真的那种 那种爽啊 真的 这样你现在放弃了 那个蛋糕店 烘焙店啊 然后又 呃 就是突然间十四年的生活 突然间有这样大改变 现在要陪同作业啊 陪人啊 是处 我看你是处走是处飞的啦 这样 你有没有 而且你在最短时间就很大时间 正常年所做住宅店 有没有扣吻过 忘记了 哪里会有 你想看啊 我跟你讲 人生中没有赚过 这样大的收入 哈哈哈 and then 最重要的是 就是当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那种 那种喜悦 就是迫不及待 哎呦 你快点穿这个裤子 真的能帮助到你的 你懂吗 那种感觉 因为我可以用我的 呃 总的意思就是用我自己的语言 就是说 这个裤子就是能帮助到你的 那个信心的热情 嗯 而且 就算现在做了BD之后 你也是还是要给烘焙 在有空时间 之前卖 不过这次他不是急着去卖了的 跟生意跟profit 没关系 所以他经常做蛋糕免费的给我们吃 很好吃 所以星期又可以继续 对 哦 神经又可以再做 然后又可以打球 只是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就牺牲一下 安排一下时间是吧 啊对 开始的时候真的 我牺牲了 我看应该有 超过九个月吧 九个月 就可能一个星期才有 这么一天的一次 很好 对 嗯 所以这两年的时间 你做出了最大的改变 以前也改变了米娅 因为两年前我们第一次见到她 手根据下车 就是很大的分别 以前她讲话都是我们 不问她讲一句 我们问她讲一句 好 然后不过她经常做蛋糕 请问吃 可是两年后的今天 她已经是我们BE的RCCA 也是我们BE国际网络企业家 站在台上可以讲课 站在台下可以帮人 所以我想请米娅 可以给所有的家庭主妇 在过了一样的生活 一段时间之后 怕改变 不敢做出改变的一些家庭主妇 甚至走不出他们些舒服圈圈 惶惶的人 一个鼓励的话 还是你的想法 怎样可以走出来 OK 我是曾经家庭主妇 做什么有什么那个鼓励啊 会给我那种 会跑出来 是啊 之前我在家庭主妇真的是很舒服 因为就是 喜欢做的东西啊 打球打自己喜欢 但是现在牺牲了 这样没有得打球啊 烘焙也做少了 但是就是那个鼓励 原来我没讲 跟一个人讲 或者是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那种高兴 那种喜悦 那种想怎么解释呢 就是那种 成就别人的感觉 帮人的感觉 那种啦 真的是我很难形容 所以我会用我的语言 所以认识我的人 因为之前跟我之前之后的分别是很大 是真的 如果你现在做烘焙店 应该不是这样的样子 对对对 以前哦 应该有机会 就要说一说 那些以前我做烘焙的那种外形啊 穿的衣服那些 整天穿着那样 是 对 所以那种高兴可以帮助到人家的 所以呢 身为一个家庭主妇啊 真正给自己一个机会 改变一下自己 可能呢真的是会 呃 创出一片春天 真的真的 在毕业是真的 很多人都这样子创出一片春天 对 然后毕业也同时影响了自己的孩子 女儿一起更来 而且孩子跟女儿都很欣赏父母 母亲今天的这个成就啊 对对对对 所以谢谢毕业今天的分享 我们等下要上去准备我们的DES啦 所以我们今天的来自到这里为止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Thank you Bye Bye 感谢观看